警方在新北市三重区协助民众把抛锚的车辆推到路边 结果离开的时候看到附近一名男子神情紧张怪怪的丢弃了手上的物品 原警眼间发现诡异的举动上前盘查 发现他丢的居然是毒品吸食器 在男子的身上搜出毒品之外 还查出他是一名窃盗通气犯 这名逮到通气犯的警察他也很特别 因为外形帅气被称作警戒王阳明 也身兼寄警队的队员 原警快步冲下车因为男子神奇实在很诡异 手上吸食器随手一丢但还是被眼见发现 丢吸食器被逮个阵着 果然身上有藏毒品夸张的是这身份也曝光 有通吗?通吗?又减通吗? 什么通?切斗吗? 小小举动意外让自己身份暴露 因为警方并不是一开始就锁定他 新北市三重日前有一部轿车停在大马路上动弹不得 突然抛锚巡逻远警发现立刻上前帮忙把车推到路边 才刚处理完推车离开现场 就在附近500公尺处发现了男子神情异常紧张 更把手上的物品随手一丢 一查确认诚信男子竟然就是有藏毒的切斗通气 警方依违反毒品外防治条例 先行办及切斗通气将他已送至新北地检 嫌犯称当时在路边要等朋友准备一起去工地工作 没想到还没等到朋友先碰上警察 而这名远警陆家伟外形神司艺人王阳明 平常除了巡逻情务之外 更身兼寄警队议员 这回先帮助民众推抛毛车 有火速歹毒抓通气 就办效率跟颜值一样洗劲 记得庞瑞帮忙往家新北报道